坚持你的初心 相信你自己 我们的努力 是有回报的 这是一个关于梦想成真的故事 我相信喜欢科技的朋友呢 曾经可能也一度幻想过自己 有没有那么一天 可以出现在这个Apple Farboy的现场 或者是可以到Apple的这个总部去参观 也就是Apple Park 那没有想到有一天 我真的把这个梦给实现了 好,我现在就准备要去这个WDC2022啦 走在Apple Park的感觉 无法用言语来描述我现在的心情 第一次发展经验试 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日子的计划 开始观看电视频 介绍 我们这次来源 这是一个新的MacBookAir 剧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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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视频到这里呢 我也想和马来西亚的年轻人们聊一聊 就是感觉马来西亚的年轻人们呢 特别的焦虑还有迷茫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以我们作为样本 只要你努力在对的方向 你能坚持下去 坚持你的初心 你看我们也用了七年的时间 才完成我们的梦想 作为一家来自马来西亚的中文科技媒体呢 我们要走到国际发布会上呢 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真的很感谢我背后有这个20人的团队支撑着我 通过我们一步一脚印的努力呢 我们终于证明了我们是可以的 也证明了我们的努力是有回报的 不是因为看见了才相信 而是因为相信才看见 也感谢这么多GinCatcher的粉丝 在这七年来对于我们的支持 还有给予我们的鼓励 让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那希望在未来你们可以继续地支持我们 让我们去到更高更远 谢谢你们 努力是会有回报的 但是你要给一点耐心 然后你要相信你自己 就算你现在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不要紧 那你要不断地去冲施你自己 总有一天你会找到属于你的未来 跟属于你人生的这个逃亡时刻 感谢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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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众